我们今天要去罗森 前两年的时候就做过探店罗森新品 和复刻罗森美食的视频 今天再次来到罗森 屁掉掉的把没吃过的新品 全部买了一六够 舒芙蕾布丁蛋糕 这好像是新口味 哇 巧克力味奶冻 我磨了饭团 但上次不是这个味道的 这个也没见过 拿一个凤爪 黑糖红豆 最后一瓶 当然最后不能忘了我最爱的串串 这个糖羊鸡肉串这两个一样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黑椒腿肉串 洗洁完毕打到回府了 你坐 真乖 哈喽 我是鱼干 我们刚从罗森 它也够了一番回来了 现在就赶紧试吃 先来尝一下这个串 之前不是一直给大家推荐 照烧脆骨串吗 但是推荐了太多次了 所以今天买了三只 之前没有吃过的串 辣炸糖羊鸡肉串 糖羊鸡肉串 黑胶鸡腿肉串 这个串上的肉还是挺大颗的 特别特别像是 很多鸡里面吃那种 鸡放久了 然后外皮有一点回软了的那种 但我想说绝对不是因为 我们买回来路上耽搁 然后让它变软了 它在那个橱柜里面 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就一直是闷着那样放的 店里面加热的方式 也是用那个微波炉去打 其实在店里的时候 它就已经软了 它吃起来没有这么的多汁 不像鸡腿肉里面 汁水那么丰盈 稍微有一点干脆 有点像鸡胸肉 但调味香香辣辣的还不错 虽然它是炸鸡 但是它没有吃到炸鸡的快乐 所以我觉得十分满分 只能打一个五分 下一个也是一个糖羊串 但是它上面是刷了一些酱汁 闻起来是有一点像照烧酱汁的 就是有一点那种 甜酱油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照烧汁味道的 刚一入口的时候非常的甜 就感觉一口甜 这样呼呼在你的嘴上 就已经尝不出 那个鸡肉的味道了 而且这个肉吃得来比较的散 它跟刚刚那个炸鸡款相比 我觉得调味的话 还是刚刚炸鸡那款要更好一些 我觉得刚刚第一款的分 我可能太苛刻了一点 刚刚那款如果五分 我觉得这个最多四分 就它完全不比我之前吃的照烧脆骨丸 这个调味来的更柔和 更好一些 不行 再尝一下最后一个串 这个是黑椒鸡肉串 这款是我喜欢的味道 黑胡椒那种味味呛辣的味道 然后它这里面的鸡肉又非常非常的嫩 不干柴 然后咬起来呢有在 你踩我一下跟啥 我觉得这款是好吃的 这款十分我觉得我可以给到八分 这么高 吃完肉串来吃一个甜品吧 这个冰乳酪蛋糕 之前我们还复刻过有印象吧 而且之前卖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原味的 奶油味的 今天在店里面竟然看到了 有巧克力可可粉 这个巧克力味道的冰乳酪 想横也不给我吃 我走了 杨米有巧克力 你不能吃 狗狗吃巧克力会死的 杨米待会给你吃狗狗香肠 吃完巧克力就给你吃一个 怎么样 要不然我就太狗了是不是 它表面是裹了一层厚厚的可可粉 然后它中间还是有一个切层里面 应该还是有奶酪夹心的 咬开看一下 它最中间是有一层奶油的 然后它整个的蛋糕 西风蛋糕烤的也是巧克力味道 巧克力的味道 虽然没有那么那么的香浓 但吃起来也不至于甜腻 还是挺清爽的一款乳酪蛋糕 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没有那么的腻 但我觉得不像原味的那么好吃 可可的味道没有那么的香浓 虽然吃起来也不难吃 但是确实也不够惊艳 我觉得勉强给一个及格分吧 6分 杨米这个你真的不能吃 你问问大幕里的哥哥姐姐们 你能吃吗 狗狗小香肠 狗狗小香肠 坐杨米坐 诶 真乖 看我吃了那么多东西 有点委屈对不对 好了 没有了 再尝一下这个巧克力味奶冻 之前我特别喜欢吃 博森的双皮奶 哦 那奶冻 感觉不错 不需要我自己切勾 看这个奶冻 咚咚咚的 这个闻起来的巧克力的味道 要浓很多 哦 好吃 最开始嚼它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它很惊艳到我 但它是慢慢融化在你的嘴里面的 很绵密的口感 一海去之后 你的口腔里面还是会挺有一些 可口的味道的 同味道和口感上 都要比刚刚那款要好很多 特别像是 鸡品店里面做的布丁 很绵密 我觉得10分 我完全可以给一个8分 再一个是恶魔的饭团 其实恶魔的饭团 在罗森里面一直都有 它不算是新品了 但是这个咖喱口味的我确实没有吃过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咖喱口味的 也要忍不住买来尝一尝 除了这个咖喱口味的恶魔饭团 我还买了一个黑椒味的牛肉饼 也是新出的 之前没有在罗森里面见到过的 这坐姿 咖咪你这啥坐姿啊 咖咪你是不是困呢 走 走 走 吃什么 吃什么 咖喱风味恶魔的饭团 哦 这个是有馅的耶 我们上次吃的那个是没有馅的 这个看起来要好吃多了 最外面呢是包着一层海苔 然后中间呢是咖喱味的炒饭 最中间还叠了一个肉饼 这一颗呢是八块九 好吃 一种口咖喱味的味道就直接汆进来了 然后米饭呢粒粒分明 很像那种炒米饭 里面的肉饼 只要拿来这个米饭里 真的就是让它更香 更加分了 我觉得咖喱味的真的要比原味的 好吃上至少两个level 然后它里面的肉饼 感觉很实在 不是那种只漏了一点点肉 它贯穿九个饭团 你很好 这个味道的饭团真的好吃 我觉得当早点真的太晚了 再尝来另外一款这个黑椒味的牛肉饼 这就像米汉堡 这个饭团的个头其实也挺大的 基本上可以堪比一个小汉堡 而且你看它里面的用料 除了有紫菜 米饭 蒸菜 还有一块牛肉饼 然后还有一些黑椒酱 尝一口啊 这款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它那个黑椒酱 从我的就直接那么扣扣 所以你最开始咬到外面的时候 就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它的这个牛肉饼 丝毫是吃不出牛肉的肉香味 第一口我就感觉好像吃了一口 白米饭加淀粉肠的感觉 确实不像它麦香肠看着那么好 刚刚那款饭团我觉得可以打个8分 这个我觉得5分吧 我觉得及格分都不到 这款不行 海米给你吃一口白饭吧 它这个酱也没抹匀 你可以吃 你有啥滋味呢 还没我的小狗肠好吃呢 接下来这个呢 仍然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小甜品 叫舒富雷布丁蛋糕 我觉得它麦香做的真的很诱人 表面一层松松软软胖胖的 舒富雷 然后底下是布丁 貌似中间还有夹层 不知道是夹了什么夹芯之类的 它很松软 一挖就到底 看我挖起来的这些 这上面是舒富雷 最底下是布丁 中间还夹了一层奶油和芋泥 这么好吃啊 好吃 这到嘴里面的整体口感 其实布丁不太甜 舒富雷也不太甜 但是中间的芋泥很香甜 混合在一起 感觉到嘴里面的甜度就刚好 很好吃 这个口感太丰富了 而且你能分明地吃到 那个香芋的味道 和奶油的那种纯纯的奶香 然后我还想表现一点 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一些布丁里 舒富雷里面 它那个鸡蛋的味道很重 有点腥 有点腌 这个里面就完全没有那种鸡蛋的腥味 这个啊 我觉得要打油8.5 五千为止全场最佳 我觉得它在我心里的地位 已经要跟那个 冰皮月亮蛋糕齐名了 这款绝对可以 接下来这款是去骨凤爪 这个就是拍袋及时的 这个盒挺大 但里面的量是不是有点少啊 倒出来之后就觉得它更少了 少得名副其实 闻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在超市里买 那种素风的泡椒猪皮 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吃到嘴里面根本就不是柠檬的那种 清香的酸味 就感觉好像放了布丁里啊 就酸的你难受的那种酸 酸的你嘴里面色色的那种感觉 它的味道更偏向于泡椒 但是辣味呢不明显 酸味贼明显 但是这个酸味又是让你不太舒服的 我再尝一口啊 再给它一次机会 嗯 不行 酸的你脑腕也疼 不好吃 四分 最后呢还剩下两款饮品 黑糖 红豆沙 羊汁 甘露 这个羊汁甘露里面肉眼可见 是有一些肌肉的粒和椰果的 还不错 一般大家如果去外面点羊汁甘露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加糖的 它那个芒果打出来的汁就很甜 但它喝起来芒果的味道还是很纯正的 不会让你觉得有很多额外的那种添加剂 或者是很假的味道在 除了有芒果的那种甜以外 还有一点点稀有的酸 综合在一起口感 我觉得几乎是和外面奶茶店卖的羊汁甘露 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羊汁甘露难道不应该有西米吗 这个里面没有西米 我觉得这款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跟我想象中喜欢的羊汁甘露的味道 相差无几 1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打一个7分吧 这款我还是挺好奇的黑糖红豆沙 它特别的养生 然后它的图片上画的还有一些桂花 做的就特别像八宝粥 我尝一下 好稠 红豆的味道很浓 然后里面你是能够吃到那种绵绵沙沙的红豆沙的感觉 除了是细细绵绵的红豆沙 里面还有整颗的红豆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黑糖的味道几乎品尝不出来 我觉得圣诗应该喜欢 圣诗就特别喜欢吃冻沙类的糕点 你喜欢吗 让我想起了我们夏天吃的那个味道爽的雪糕 确实有点像 它就有一点像米粒很少的那种红豆糊糊 10分的话也可以打个7分吧 我觉得它跟羊汁甘露这两款饮品 今天在我这里还是挺卖好的 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今天的罗生心理试试呢 比较推荐的有 富富雷布丁 咖啡丽奶冻 咖喱味的恶魔饭团 黑椒味的鸡腿肉串 然后觉得还不错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呢 就是这两款饮品羊汁甘露和黑糖红豆沙 比较适合的两款就是 可可味的冰股辣 还有辣味的炸糖羊鸡肉串 这两款只能说是一般般 最终我要严肃批评 还有三款特别采雷的 第一个就是去骨鸡串 赵烧味的糖羊鸡肉串 黑椒味的牛肉饼 大家一定要记得壁垒啊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测评什么的话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哟 拜拜